那么在狱 悬残这个知见力 我们现在在这个狱界 就是樊城那个引诱 诱后的力量很大 有没有 樊城的诱后力量很大 有请我们去那个逛那个百货公司 各位前学有没有逛过百货公司 进到里面的时候 看到他排列的那一些 我们想不想要 要付钱 对不对 我们很想要 可是要付钱 所以那些就是欲望 那个叫造化的引诱 诱后力量 然后我们再完成 你看我们发明产品 是不是一定要发明到 要让这个众生看到很喜欢 很喜欢买回去用 对不对 所以我们也是在绞尽脑汁 什么样来拐骗众生口袋里的钱 对不对 有没有 有没有 所以这个在欲 在欲望 欲见 什么诱后力量都很大的 先这样子像 然后我们能够行产 那个产 各位前学 就是已经可以回到很符定 我们那个不生不命 那个佛性的本体 那个叫仙场 我们一回到佛性本体 各位前学 所有这一些诱后我们的 那个需求是不是已经降低了 不见了 佛性也需不需要这一些 凡尘的这一些 引诱我们的这一些物质 这一些东西 我们都可以用的这一些物质 需不需要 很好用 那或者是讲说我们佛性本体 佛性本体不生不美 卢卢不斗 这一些物质 对它来说 产生不了诱后的力量 不会 为什么 各位前学 假如我们已经修持到一个程度 都已经存养 然后都已经可以等于是进入那个大定 就好像老生入定 进入大定之中 那个呼吸吃饭都不用 请问 还要不要凡尘的物质 所以我们要了解说 在欲行禅 就是在欲见 我们欲望之中 然后来行禅 那个就叫知见你 我们知道的 我们知道的 见解的 产生出来的力道 那我们呢 就是在生活之中就要培养 我们众生是半阴半阳 所以我们白天也可以适应 晚上也可以适应 那我们一直在培这个阳 让那个阴减少 可以到纯阳 纯阳就是先后 纯阴就是鬼灰 半阴半阳 就是我们转 各位先生 阴都还是阳都 不都要说一半一半 一半一半 一半阴一半有 一半一半 那我们就是开始培养 阴的气量 从念头上着手 有那个负面的念头 马上打住 不能有 因为有阴的念头 那个负面的念头 是培养阴 所以我们要了解说 这个皇威度见 从念头来 不能有负面的念头 不能有骂人的那个念头 不能有不好的念头 都不可以 这个就是我们培养的第一步 这样我们那个阴会减少 阳会增多 然后阳很增多 各位先生 就是晚上睡觉 感觉很清醒 可是在睡了 已经在睡了 明天起来的时候精神很好 可以有没有这个现象 就是睡觉 我感觉都没睡一样 清醒都很好 可是不是明天起来 就没有精神 不是 而是明天起来一样 精神非常好 那个就像阳增多了 所以那个灵敏度增加 那假如说 整天晚上在睡了 迷迷糊糊 早上起床以后 都已经在工作了 还迷迷糊糊 那就阴多了 可以有这个情形吗 还有啊 过去的 过去阴多就让它过去 从现在开始就培养 把那个阳让它增加 从念头到手 不要有负面念头 人家讲那个负面的 你不要拼 不要参与 这样的话呢 都是培养 然后我们养一针多了 先开始的现象 就是那个精神都很饱满 那精神很饱满 我们精神很饱满 连睡觉都已经睡了 而且还感到精神很好 各位前前晚上睡觉的品质 好不好 好 所以或许会教各位 假如说 这个晚上都是欢乃乎气 就可以坐万一放下 很好睡 然后明天起床 精神很好 头脑很清醒 很舒服 有没有试验过 有啊 有啊 有没有试验过 这个晚上 这个睡觉的时候 这个躺下来 从头开始 把头的力道 就放到枕头 他一前步 头的力道都没有了 头不会动了 然后开始肩膀 力道也放到床铺 然后开始整个 这个身体 手脚 全部都放到床铺 那你力道全部都放掉了 不会 辗转覆秤 不会一直变 我们睡不着就是变来变去 就是头脑在想 想东想西 所以才睡不着觉 所以才睡不着觉 我们这个心理心法 蛮好意思 原来有一个动作 是这个乖什么 大家注意力都走下去 所以当我们的注意力 被他拐跑了之后 或者在讲什么 有听到声音 他不知道这样 对不对 有没有意思 我们就可以说 原来原来原新建建就是这样 心都照亮了 没本来 心没本来 心没本来生又得了 不见了 所以我们了解说 这个在义 显成 知见义 这个知啊 我们就是要了解到 对真理的了解 统臣 那个叫知 那个见是从我们的佛性本体发挥 不是我们六根对六层产生的那个见 六根对六层产生的那个根见义 那个是西内拐 根净法上西内拐 那个不是我们要追求 我们要追求就是这些根净都拼除掉了 然后从我们那个 如如不动的真心佛性本体 产生的那个叫做佛知佛见 那一个见 那一个知见就是我们要追求 从佛性本体发挥的 是从我们那个根源 就像天地 白天夜夜 春夏秋冬 自然而然呈现 我们跟他商量都没有用 各位姐姐 我们跟天地商量 说今天对我来说 路子很重要 能不能够把那个白天夜沿沉一点 然后把那个黑夜缩短一点 我们跟上天商量 我们跟上天商量 可不可以 不可以 不可以 对不对 所以我们那个知见也一样 从那个不生不寐的佛性本体发挥出来 都不能够商量的 是就是从直接本体发挥出来 春夏秋冬 我们跟上天讲说 那个冬天太冷了 可不可以 手短一点 可不可以 还是不可以 所以我们这个知见也一样 就是这个样子 是佛性出来的 不生不寐的 就是佛性出来 不是就不是 那我们也就是要去认识 认识我们的正切的知见 这个万年都放下 一念不生 没有念头 那个叫正念 正念的时候 我们就是要保持这个正念 然后正念我们保持一段时间 那个我们的佛性本体 它会产生那个波罗庙智慧 那个波罗庙智慧就是佛知佛见 我们也从佛性本体生化的 不是我们去启心动念的 这样了解吗 了不了解 所以我们要了解说 从佛性本体生化的 那个知见 那个才叫正确 那假如说我们是跟层相对 我们六根对右层 产生了六四 那个都叫假的 虚幻不实在 那个不要用 用那个会害我们六道认回 这样了解吗 所以我们因为日常用得很习惯 都是根层相对 六根对六层产生六四 我们把六四当成心 所以我们完成再用 完成再用的时候 像男女之间 那个四分年龄 二三十岁的时候 那个时候 哀到你死我了 那个在讲海事三人的时候 是假的还是真的 是真的 不是假的 那个时候 那为生 为世都感觉 对不对 是真的 可是他的真的真心 是建筑在世心上面 是建筑在生命的上面 他会随着外境的变化 而变化 这样知道吗 所以说 你看那个广告 是某一个影星在真心推荐 他是真心还是假的 他在推荐的时候是真心 为什么 他要赚钱 他真心要赚钱 所以那个推荐的时候 有点 他的设计 都是为这个住家着想 我去看一看 他真心的来推荐 可是他的真心 是建筑在世心上面 世心是生命的 所以我们完成 很多都在用 用什么 用世心的真心 所以男女之间 恋爱也是一样 爱到你死我了 结婚于是外孕 那不是真心哪有外孕 所以那个就是 为了环境变化 环境变化 心就跟着变化 那心会跟着变化 这个心是真还是假 是真还是假 真心会变吗 所以我们在讲 那个即心即佛 即心即佛 就是我们万年都放下 一面不生 那个就是真心 那个心就是佛 所以叫即心即佛 所以我们就对 即心即佛 就可以了解 就是这个 万年放下 一面不生 那个觉 那个就是真心 那个真心就是佛 就是这一个在称佛的 所以我们就 见性 称佛无语 就是这么笃定 绝对可以称 就是能够自己见到 那我没有见到不困难 只要你万年放下 一面都不生 就见到了 这么久了 再没有见到都不行了 都一定要见到的 只要你有空闲的时候 你就去体会 然后把它能够 时间能够让它拉长 把那个局限在身上的佛性 可以出来 使整个空间都变真空 整个空间变庙有 真空庙有都呈现 在日常生活之中 理不理想 理想 我们就可以做到 在日常生活之中 就是可以做到 那我们都被还成事 耽搁 我们在日常生活之中 所有心思都放在现象 对不对 烦不烦恼 都是烦恼的 那我们知道象都是假的 烦不烦恼 假的 那个烦恼都是多余的 它会变 都已经变了 我们还住在假的象里面在烦恼 所以我们不够聪明 笨不笨 还真够笨 都会骂自己 这么笨 所以我们一研究以后 了解 生活海阔天空 这么宽广 都是我真心 不悲心就减少了 就降低了 越来就越舒服了 不会讨厌某某人 讨厌得很厉害 会不会 这个我们再完成 因为人的这个行为动作 我们有欣赏的 然后有讨厌的 欣赏的就喜欢想亲近 讨厌的又想眼淋 有没有 都很自然而然 对不对 那我们一进入到真心 佛性本体 没有这一些 都没有 所有众生都是我性分之中的众生 都是我佛性里面的 所以没有昏悲 那佛已经证悟到没有昏悲 所以成佛 那我们还在昏悲 所以我们当众生 只要我们把那个分辨心都去掉了 成就了 讲的慢就是要各位听懂 要听得懂 然后我们知道怎么做 我们怎么做以后 可以自己去发挥 自己本身就是佛 我们一定也要相信 自己本身就是佛 发挥出来力量就很大 那假如说自己对自己的佛性 那个性不够 发挥出来力量也不够 所以这个就是很重要 那我们也要占预 掀厂 知见力 这样了解了吗 那个知见力 就是从我们的佛性发挥的 不是从我们的六根 对六成产生的